在当今的世界上世界各国都在不停地发展新型的武器装备 毕竟世界各国都不愿意落后于其他国家 总之是能够提升自己国家军事力量的武器装备 都是来之不惧 比如是购买了 还是耗费重金研制 都是为了提升自己国家的军事力量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的霸主是美国 美国的军事实力遍布全球各地 美国的军舰军机在世界各国都有部署 表面上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实际上就是为了能够称霸全球 毕竟美国现在一直走的是霸权主义路线 一有让自己不高兴的国家 就开始对这个国家进行严厉的制裁 就比如现在的伊朗事件来说吧 伊朗位于中东地区 这里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 但是这里却极度的缺乏水资源 这里的国家却经常为了抢占资源而发生战争 如今美国为了能够在伊朗获取更大利益 却毫无理由 那退出了伊朗核协议 美国是世界上的霸主 为了能够控制住中东地区 就开始不断地打击伊朗 毕竟伊朗这些年在俄罗斯 中国等帮助的情况下 大力发展国产武器 目前有一哄中东的势头 而美国为了限制伊朗就退出伊朗核协议 让伊朗签订新的合约 不然就让伊朗的石油卖不出去 目前的话 美国已经开始劝说世界各国 禁止停购伊朗的石油 而印度这个国家也是一直购买伊朗的石油 印度与美国是盟友关系 而印度却对美国发出的石油禁令形同虚设 不仅如此 还购买俄罗斯的S400防空导弹 美国对印度的这一态度 却是非常的生气 据印度时报网站报道称 印度目前与美国举行了首次 2加2部长级对话 双方签署了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 这项基本协议将有助于两国军队 推进协同作战能力 美国希望印度能够减少购买S400防空导弹 以及减少从伊朗的能源进口 目前的话 美国已经对印度进行了警告 将在今年的11月4日起将会全面禁止伊朗的石油 而欧洲等国家已经开始了削减从伊朗购买石油 而印度如今正在趁伊朗石油大降价大量的购买石油 印度已经从2013年的每天15万桶 飙升至目前的每天75万桶 仅次于中国进口量了 印度军事专家认为 目前美国为了能够让印度停止购买伊朗的石油 则是想尽了一切方法 让印度向其他中东国家购买 但是却遭到了印度的拒绝 毕竟现在印度购买伊朗的石油不仅价格低 而且还能够限制巴基斯坦 印度并且表示为何不管中国 印度如此强硬的态度 到时候美国还真的会对印度进行制裁 但是俩的研究 这是世界大学的国家 地区之间的研究 也许是世界大学的 稳定的地区 是世界大学的 国家自在学校 follow西亚 也许是世界大学的 也许是世界大学的 那是世界大学的 有机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